还…还没回来…夏威师傅…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 哼哼哼哼 啊?那边的小朋友怎么在哭啊?是发生了什么吗?我们过去看看吧 哼哼哼…是…是夏威师傅… 他…他说要去那边才火山兼石,但是到现在也没回来… 我告诉了守卫叔叔,但叔叔们说,现在部族里实在抽不开来人手 而且那边的地形很危险,还带着好多魔物和坏蛋… 他们只能先尽量筹备着,等准备好之后再去营救夏威师傅…但那样就来不及了… 你愿意帮我?太好了…我这就把守卫叔叔之前去过的地方画给你… 昔你那边没有理解冰。我怎么都去那边… 我对吗? 你们,小卫叔叔在那边上处理解冰 我能把人留意的解冰 拜託了 大哥哥 舅舅夏威夷師傅吧 哇 跑得好快 也好果斷 啊 太謝謝你們了 要不是你們幫忙 我肯定要被丟下山去了 能讓旅行者出手搭救 我今天的運氣也是夠好的 抱歉 我沒做自我介紹 我是夏威 一個倒霉透頂 剛剛才撞了好運的寶石匠 那孩子 讓他擔心了 我離開鋪子的時候 還以為最多兩天就能回來 我也沒想到 居然能在馮影珍附近發現一條新的火山晶石狂脈 裡面的晶石格外純淨 礦量也足 我挖出了許多純淨的火山晶石 正準備回去的時候 晶石裡的燃塑卻吸引來了魔物 不過 你也看見這周圍的情況了吧 前段時間 一直在上面懸著的縫影珍突然砸了下去 把周圍砸出了一個大坑 雖然我找到的那條礦脈靠外側 勉強幸免於難 但周圍的魔物全被禁了 到處都是發了狂的怪物 我慌不择路 只能挑小路繞開他們 沒想到剛出來的時候 卻撞進了那些賊匪 幸好你們來得及時 你逃跑的時候 還帶著這些金石嗎 都那麼危險了 不能把這些石頭丟掉嗎 我已經丟了很多了 只留下了一塊最純淨的金石 我無論如何都得把它帶回去 為了特拉佐利 也為了可憐的小妮河家 哦 你不知道也正常 特拉佐利 曾經是一位打造古名的工匠 妮河家是她的女兒 你們認識西諾寧嗎 特拉佐利每次提起這個名字 就要誇好久 對古名鑽研最深的人 我們一族的未來 頂尖的工匠 真是恨不得把所有好詞都誇出來 雖然特拉佐利不說 但我能看出來 她還在懷念之前那段打造古名的時光 因為她的女兒 可憐的小妮河家患了重病 特拉佐利幾乎拋下了一切 全心照顧著她 在小妮河家病情最嚴重的那段時間 特拉佐利 就像是一束陷入泥潭的火炬 拼了命地發著光和熱 底下的泥水 卻追逐得越來越近 但是還好 多虧了醫生的藥 還有大靈的保佑 小妮河家的生命之火 還是重新燃了起來 之後 小妮河家的病情也逐漸變好 雖然她身體還很虛弱 只能在家裡靜养 但這孩子已經有力氣寫信了 我聽說 她經常寄信給那位希諾寧 還夢想著成為一個鍛造古名的工匠 接下她母親曾經為之自豪的重任呢 過幾天 就是小妮河家的生日了 特拉佐利也特意來拜託我 幫她找一塊足夠純淨的火山金石 用來給妮河家做生日禮物 確實是一塊意義重大的礦石呀 有了這麼漂亮的禮物 那個叫妮河家的小朋友一定能好得更快 那我就替特拉佐利和妮河家借你吉言了 我們先回去吧 不能讓伊密那孩子等急了 對了 如果你願意的話 明天和我一起去探望特拉佐利吧 多虧了你幫忙 這枚晶石才沒被那群人搶走 你保護了這麼一枚意義重大的晶石 李英也拿到一份意義重大的禮物 嗯 只要心情好 定就能好得更快 當然啦 那個 稍微給我們一點禮物 我們的心情也會很好 放心吧 這份禮物絕對能讓你們滿意 至於它究竟是什麼 就等明天 特拉佐利親口告訴你們吧 你們來的挺早啊 看來很期待那份禮物嘛 對呀 妮河家生了那麼一場大病 特拉佐利女士還失去了那麼重要的工作 雖然情況好轉了 但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打起精神來 我已經拖人去給特拉佐利打過招呼了 她應該已經做好了所有準備 我們趕緊出發吧 伊密 麻煩你照顧好店 等會兒我就回來 就是這裡了 這屋子看著還挺氣派的吧 稍等 我過去敲門 特拉佐利 開門吧 我把那兩位帶來了 特拉佐利 你在嗎 開開門啊 怪了 這門 怎麼是鎖死的 這個時間 她應該不會出去啊 妮河家 妮河家 我是夏溫姐姐 給我們開開門吧 難道特拉佐利女士和妮河家又出事了 還是妮河家的病情又... 我不敢想了 你別瞎想 昨天我來的時候 她們母女倆的情況很好 妮河家在自己的屋裡睡得很安穩了 真奇怪 我都和特拉佐利說好了 難道是她臨時帶著小妮河家出去拿藥了 咦 這旁邊是什麼地方 看著像是小急風龍的窝 沒錯 特拉佐利有一隻急風龍夥伴 我記得名字好像是叫 炎谷來著 之前 她還在做鍛造工作時 經常讓炎谷幫忙做些挖掘工作 但自從妮河家生病之後 特拉佐利就再也沒讓炎谷挖掘過什麼 等等 這周圍怎麼亂七八糟的 炎谷也不見了 啊 還有好多箱子碎掉了 不會是遇見了什麼壞事吧 哦 好的 我這就找個地方藏起來 伊密這孩子的嘴 難道是被大靈柱扶過 怎麼每次說我別去危險的地方 我就會遇見危險 只有一隻急風龍在上面 不知道是不是特拉佐利女士養的那一隻 哦 不對 不對 我們是來找特拉佐利女士的 這周圍也沒看見她呀 喂 旅行者 派蒙 啊 夏威小姐在喊什麼呢 快下來吧 特拉佐利在這裡 啊 我們剛上來 特拉佐利女士就回來了 啊 這叫什麼事啊 總而言之 我們還是先下去吧 這隻急風龍怎麼跟上來了 啊 別突然衝過來呀 要撞到啦 顏谷 過來 你怎麼又調皮了 好孩子 是不是餓了 抱歉 等會兒就給你做好吃的 去吧 先去玩吧 等會兒我來陪你 抱歉 二位 我本來是在家等著你們 但沒想到 尼赫家卻一個人偷偷跑了出去 我找到尼赫家的時候 這孩子說想要給客人做一份禮物 所以 就想去採幾束漂亮的花 她一邊採花一邊走 到最後卻然迷了路 哼 幸好我及時找到了她 我們聽夏威小姐說 她的病才剛剛好 那孩子身體還是太虛弱了 先是受了精 又吹了涼風 現在有些低燒 剛吃過藥後就回去睡著了 不是什麼大問題 只要休息一晚上應該就能好 可是 她今天應該沒辦法和二位見面了 實在抱歉 讓你們白跑了一趟 沒有沒有 不用道歉啦 我們之前聽夏威小姐說 尼赫家生了好嚴重的病 好不容易才痊癒 所以 我們今天想來看看尼赫家的情況 無論如何 還是養好身體最重要啦 是啊 特別是我讓她吃蔬菜的時候 她跑得可快了 跳過椅子 躲在桌子下面 在屋裡繞啊繞 我怎麼都追不上她 看著尼赫家如今的樣子 我已經滿足了 再別無他求 好了好了 你們怎麼把氣氛聊得這麼低落 小尼赫家的心意 我們是已經感受到了 但是 特拉佐莉 我之前和你說的 哦 到底是什麼禮物呀 現在能夠告訴我們了吧 這份禮物 就是我製作的燃金鳴客 用最純淨的礦石打造 幾乎不會被磨損 製作它的技術 也全都源自於打造古名的記憶 可不能這麼說 大靈也許會怪罪我的 我只是採用了打造古名的記憶 以礦石為原料製作出這樣的結晶體 剛做出這樣的結晶體時 我還覺得它除了好看和永不磨損之外 也沒什麼實際用途 還是夏溫給我出了個主意 他建議我把這個結晶體做成一種特殊的手式 有古名工匠所打造的燃金鳴客 在上面捐刻下永不磨損的字句 怎麼樣 聽起來是不是還挺有購買慾望的 加上這麼多描述之後 突然覺得這個燃金鳴客好厲害 呵呵 但特拉佐莉製作的燃金鳴客 確實很有意義呀 口口相傳的話語總是不牢靠的 在轉述的過程中 它會變得殘缺 逐漸被遺忘 甚至被遏傳 但如果將話語刻在這枚燃金鳴客上 就可以讓它恒久存在 而且意義明確 覺悟半點扭曲的可能 無論是送給自己重要的朋友 心上的戀人 或是家裡的後輩 都再合適不過了 每一個也不錯呀 把我們的名字都刻上去 等我們找到你妹妹之後 再讓她親手把名字也刻上去 這樣子 我們的名字就能永遠挨在一起了 嘿嘿 你們可別推辭啊 你們救了我 也救了小溺和家的生日禮物 這筆錢我還是願意出的 夏文 我之前和你說 你也不許推辭 特拉佐莉 我知道做一枚燃金鳴客要費多少功夫 謝謝你 夏文 還有旅行者 我會儘快做出來的 到時候再請你們來親自刻寫 那個時候 小溺和家應該也恢復好了 由你們來探望 她一定會很高興的 喂 你想的也太遠了 這東西搞不好會很貴的 我們的旅費真的還夠嗎 等一下 難道這份禮物其實是夏文小姐的計劃 想把我們拖進一個超大的花錢陷阱裡 說不定哦 畢竟你們看起來也有不少積蓄 不行不行 旅行者 你可不能亂花錢 那你們就自己商量吧 他怎麼又出來了 快攔住他 我不想再被撞了 特拉佐莉 我還要麻煩你幫忙秀一下我這枚燃金鳴客 之前被襲擊的時候 我把他落在地上 計繩和接口全都壞掉了 沒法時刻隨身帶著 我自己也嘗試修過 但怎麼修都不牢固 只能拜託你了 沒問題 交給我吧 保證修得和原來一模一樣 謝謝你 夏文 謝謝你願意 沒關係 特拉佐莉 只要小溺和家健康就行 顏谷 乖乖的 稍後我就來餵你 旅行者 等燃金鳴客做好後 我會請夏文告訴你的 說不定還能趕上倪赫家的生日 到時候 我們就好好辦個聚會吧 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到時候我們可得空著點肚子 那就回頭見啦 特拉佐莉女士 再見 也祝你們健康 尼赫家 會很高興的 西諾寧 正好你在 我 左邊架子 往下數第二排 又起第一柄斧子是你的 鋤頭是伊克娜的 錘子是帕加爾的 你拿走自己的就行 我還什麼都沒說呢 看你樣子 馬上要去休息了 嗯 就在這裡休息 今天的溫度正好 真的嗎 我怎麼覺得比平時熱多了 我都不想在外面多待 沒錯 所以客人們在過來下訂單和拿貨時 和我交流的速度也會更快 好吧 哎 又來客人了 那你忙 我去拿斧頭了 行啊 行啊 西諾寧 你好呀 旅行者 派萌 又見面了 看起來你們精神不錯 深夜鋁枝情況如何 沒有出問題吧 那就好 我也是第一次拿到深夜鋁枝 雖然已經把它交到了你手裡 但 不穩定的因素實在太多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出問題 啊 那 那出問題的概率有多大 出問題的概率 應該小羽馬拉尼在遊戲零道穿行時 不小心摔出去吧 呃 你怎麼想都是不會發生的事情嘛 西諾寧 斧頭我就拿走了 多謝你了 哦 對了 過幾天就是寧赫家的生日了 你打算去看看那孩子嗎 禮物我已經準備好了 趁準備送過去呢 哎 你不會又打算送那孩子一套全型號鉗子 或者是一整套木工套裝吧 都是我自己做的 費了一番功夫 如果你想要的話 我可以抽空給你做一套 好啊 嘿嘿 我們經常在野外露營 有了西諾寧做的工具 搭帐碰生篝火 肯定更容易了 不過 今年我就不送這些了 寧赫家給我寫信說 想要一本勇敢的特魁 這本書真是夠冷門的 還好我的收藏裡有幾本 雖然出版日期很早了 但湊合也能看 呵呵 這一年級的孩子就喜歡看童話書 上次我去特拉佐利那邊的時候 還給妮赫家帶了 哎 我帶給他什麼了 好像是妮赫家最喜歡的那個 哎 我怎麼記不起來了 看來這天氣確實夠熱的 你都被曬暈了 還記得自己的名字嗎 我的記性也沒差到這個地步 就是這幾天 哎 莫名其妙地總是忘事 那你不如用手上的燃金銘刻做備忘錄 把重要的事刻上去吧 反正這種名刻耐磨嘴意攜帶 做這種用途很合適 咳 雖然你說的有道理 但我的名刻 呵呵 已經差不多快刻滿了 呃 不是不是 我在燃金銘刻上刻了些願望 哎呀 其實就是一些對於未來的期許 還有一些想要在未來完成的事情 雖然特拉佐利說 考慮到美觀的問題 大家在這枚名刻上留的字最好簡短些 但這枚燃金銘刻 可是出自親手打造過古名的前著名師之手 大家就覺得 她打造的這枚名刻 也多多少少都應該帶著點神奇的力量 所以 很多買到了燃金銘刻的人 都把自己的理想或者願望刻在了上面 希望能夠順利實現 聽起來就像是許願石一樣 但是 就這麼把自己的願望和心理話刻在上面 那旁邊的人不就一下子都看見了嗎 呵呵 這個不用擔心 我們一般都是去拜託特拉佐利幫忙雕刻 她有一種特別的雕刻法 用這種方法刻的字 必須要在特定的光照角度下才能看見 如果沒有這種光照角度 那這枚燃金銘刻 看起來就只是一枚漂亮的石頭了 這話倒是沒錯 這燃金銘刻本質就是塊石頭 沒有幫人實現願望的功效 對著它許願 就像對著山谷大聲喊話一樣 回應你的只可能是你自己 但 把銘刻當作願望備忘錄也行吧 只怕是誰給她出了個主意 造的少一點就能賣得貴一些 呵呵呵 聽起來確實像是夏溫能想出來的計劃 如果能用這種銘刻籌到足夠的錢 那也不錯 至少特拉佐利女士和小妮賀家的生活能過得好些 也不用為治療的費用發愁了 當初我可真為他們這一家的生活擔心哪 還打算定期送點 送點 唉 我當初打算送什麼東西給倪赫加來著 唉呦 這個記性 好了 你再這麼曬下去啊 只怕銘刻都救不了你的記性 快回去接著吧 嗯 替我向特拉佐利和倪赫加問好啊 嗯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不然我還是找恩靈去拿點藥吧 西諾寧 你也準備去參加 銘刻家的生日聚會嗎 嘿嘿 那正好 我們到時候一起去吧 行啊 但是沒想到你們居然認識特拉佐利 她這段時間 連部族都不怎麼來了 你們是怎麼和她說上話的 原來是這樣 居然還要用火山精石做材料 為了自己的女兒 她真是夠有乾淨的 那咱們去當面問問就好了 走吧 我正好把那本書也送過去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生日禮物不都是要悄悄準備 然後給人一個大大的驚喜嗎 當面問的話 倪赫加就知道我們要送什麼禮物了 這樣就沒有驚喜感了呀 不當面問的話 你們怎麼才能知道倪赫加究竟喜歡什麼呢 或者說 你們也可以根據這封信裡倪赫加的說法 也送給她一本故事書 在我看來 這倒也可行 呃 這樣會不會太隨便了呀 我們送的禮物全都是書 總有一種敷衍的感覺呢 西諾寧 你之前難道沒問過倪赫加 她最想要什麼禮物嗎 除了書之外 她應該還有想要的東西吧 沒有 倪赫加的病情在前幾年出現了反覆 我聽說在那段時間裡 這孩子只能在房裡臥創修養 連和人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直到最近 倪赫加的病似乎才好了些 得有力氣給人寫信了 好了 不用這麼糾結 實在不行我把那本書拆成上下兩冊 我們各送一冊 嗯 雖然這麼做就給不了倪赫加驚喜 但至少能送出一份足夠滿足她心願的禮物呢 不過 倪赫加要的那本書裡到底講了什麼故事呀 真的很冷門嗎 這事情說起來有點麻煩 其實 這本勇敢的特奎有兩個半本 故事的主軸都一樣 大概就講了一對同胞兄弟準備去打敗魔王 擊敗魔王後 哥哥特奎卻發現 魔王的靈魂附在了弟弟立馬庫的身上 在出版故事的最後結局中 哥哥為了消滅魔王 斬殺了弟弟 而自己也跳進了火山 以為火山小就像一向 魔王的靈魂去山 魔王的靈魂 的靈魂 魔王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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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台词特别火 好像是被蒂姆科亚特利酷哀 占据身体后的利马库说 我不愿让你的血烧尽 但我看见了你的信 记住我的名字兄弟 只要你记住我 那我就从未离去 另外一个版本是最近才推出的 是因为那位作者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 最近突然想要进军童话市场 所以重修了故事 在重修后的第二版中 哥哥和弟弟配合斩杀了魔王 都活了下来 据作者自己说 这是一个大圆版的结局 但修改后的版本很受冷落 都推出一个多月了 根本没卖出去多少 全部堆积在商家手中卖不出去 各位商家都拼了命 想要把这些书甩出去 用尽各种方法促销和甩卖 搞到现在 市面上能买到的勇敢的特亏 几乎都是新版 根本找不到经典的旧版 但我总不能把这种 广受差评的书送给宁和家吧 所以我找了好几天 总算从仓库里找了几本旧版的勇敢的特亏 又在里面挑了一本看起来比较新的 包了个书皮 准备送给宁和家 你们要是感兴趣 这本多出来的勇敢的特亏送给你们 拿去看吧 书也很旧 翻的时候小心点 哦 这本新版的也给你们 我之前买苦水的时候 老板附赠了一本 已经要用这种手段推销了吗 这本书到底有多糟糕啊 我都有点好奇了 好呀 但你这段路要背着我走 等我看完了之后再念给你听 走吧 咱们还要赶路呢 特拉佐利的住处离不足很远 要走好一会儿了 颜谷 乖乖回去 宁和家妹妹还在休息呢 特拉佐利女士 我们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还有西诺宁 有段时间没见了 特拉佐利婶婶 尼赫家的那封信 我已经接到了 他不是想要一本勇敢的特魁吗 我给他带来了 但这本书在纳塔 还有很多版不同的装针 不知道尼赫家究竟喜欢哪一版 我找玄木人那边的训使问了问 咱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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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进屋吧 绿星者 我们一起扶着点特拉佐利婶婶 我们一起扶着点特拉佐利婶婶 我 那个 我也来帮忙 颜谷 乖乖哦 不能捣乱 好了 咱们快进去吧 婶婶 小心脚下 抱歉 前几天尼赫家的病情复发了 我熬了几天夜 突然一晒太阳 就眩晕了一下 没吓着你们吧 你们先坐 我去给你们盛几杯苦水过来 你们稍等 我已经拿过来了 婶婶 这杯给你 这两杯给你们 苦水 不会喝起来是苦苦的吧 绿星者 不然你先尝尝 放心喝吧 婶婶煮的时候会放很多糖 不会太苦的 你上次来这里做客的时候 还是那么一个小不点 现在你已经是回生之子 不 那她的顶梁柱了 这都多亏了之前 在您这边喝的这些饮料 还有顺便看的那些书 虽然之前就听说 特拉佐利女士和西诺宁是同族人 但没想到你们关系这么好呀 小时候 老爸老妈成天和我念叨 特拉佐利婶婶打造古民的技术有多好 是多么好的一个榜样 只要我在家里躺着 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丢去特拉佐利婶婶的工房里 让我好好看 好好学 然后 我就会让他们先回家去 再给你煮一壶苦水 让你自己在屋里玩 是啊 然后我就一边喝饮料 一边听着你在外面叮叮当当的工作 之后 沈绅为了找个宽敞的地方扩建工房 就从部族里搬了出去 从这以后 我就没机会再去做客了 那西诺宁刚才去厨房拿饮料的时候 怎么看起来清澈熟路的 这间屋子的布局 和之前沈绅的老家一模一样 我看看 哦 那里应该就是你和家的卧室了 对吧 没错 那个时候呀 你最喜欢往小房间里一钻 看书 画画 但现在 你可是个大孩子了 就算想住在里面 你和家的床 也没法让你躺下 嗯 你和家就是这么想的 只要精神稍微好点 就会一直问我 那位和他互相写信的西诺宁姐姐 什么时候能来看他 现在我不就来了 还带了礼物做赔罪 那本勇敢的透魁 我放在旁边了 是你和家找你要的 真是麻烦你了 这孩子 居然会主动找你要求礼物 平时在家里 他拿个零食都要问我 能不能吃 唉 也许是我对他太严厉了 比起我这个妈妈 他明显更喜欢你这个姐姐呢 是吗 那 我这个姐姐未免太不称职了些 我没有在你和家 重病的时候帮到他 甚至没能来正经 看望过他几次 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他找几本书了 别责怪自己 喜诺宁 作为部族里的著名师 你有重担在身 无暇踏顾 这件事 你我都知道 特别是当我 跑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 你要承担的责任就更重了 你只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沈沈 不足里的每个人都能理解 你和家需要母亲的陪伴 但我放弃自己的职责这件事不会改变 而且 到现在 我也没有勇气再次拿起断锤 抱歉 抱歉 息诺宁 让你一个人承担下了重任 气 气氛好沉重 哎呀 那个 大家别这么难过呀 你和家不是都好起来了吗 放心吧 沈沈 我能忙得过来 但是 等你和家康复后 你可要快点回归岗位 让我好好休一个长假 到时候要忙的人可就是你了 我最多在旁边一边喝苦水 一边给你加油 如果那一天真的能到来 那你想要喝多少苦水都行 如果放到之前 我应该根本不敢谈起这个话题 现在逆鹤家子逐渐康复 我也 有勇气面对当初的事了 逆鹤家的病 其实源于深渊 在那一天夜里 我正在部族里商讨关于 新一轮古名打造的问题 刚讨论不久 外面的警报号角声就响了起来 巨量的深渊魔物 突然对部族发起了袭击 部族里的所有人 都一起去迎击魔物 我也加入了其中 直到魔物被击退后 我才和部族的守卫 一起赶回了家 但尼鹤家却不见了 我已经不记得 当时究竟寻找了多久 也许两天 或者三天 最后 我们在一个矮牙底下 找到了尼鹤家 这孩子 手里捏着一朵枯胶的静心花 身上的伤口 还带着深渊侵蚀的痕迹 我知道 这是我的错 在尼鹤家出世前 这孩子曾经问过我 能不能给他打造古名 我当时忙着工作 就告诉尼鹤家 如果他能找到一朵静心花 那我就用这朵花作为原料 给他打造一枚古名 尼鹤家 我的孩子 我的尼鹤家 他 他当时就在我怀里 我怎么叫他的名字 尼鹤家也不肯睁眼看我 是我为了打造古名的工作 刻意把工坊搬到了郊外 是我把尼鹤家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的孩子 我的尼鹤家 你为什么会受这种苦 那个 您别难过了 尼鹤家不是已经好起来了吗 你看 他都有力气写信了 我们 不对 西诺宁还带了礼物来呢 抱歉 每次想起来 我都没法控制住自己 好了 你们难得来做客 我也不能用眼泪招待你们 我托儿买了一批食材 晚上就在这里一起吃饭吧 晚餐是虾肉浓汤 薄荷酱烤鱼和塔塔可 我们也来帮忙 这么多菜 别把特拉佐利女士累坏了 喂 这盒上面的菜色比也差太多了 谢谢你们 放心吧 只是做几道菜而已 没事的 你们呀 只需要负责把那些菜都消灭干净就好 我年纪大了 可吃不了多少 我们是空着肚子来的 放心吧 塔拉佐利女士 肯定全都光盘 哎呀 我记得西诺宁还喜欢吃烙香谢谢锅 不然我把薄荷酱烤鱼换掉吧 我记得你最不喜欢挑鱼刺了 都行 我现在已经学会嚼碎鱼刺一起吞下去了 你这孩子 不想挑鱼刺的话 我帮你挑出来不就好了 那 饭后要吃利果杯还是巧克力 利果杯 混着巧克力的利果杯 好 我都记下了 这就去准备菜 你们也帮我个忙吧 我买了一批食材 看时间应该马上就会送过来 你们去门口看看吧 如果送到的话 就把食材拿进来 西诺宁 别趴着了 起来 吃饭之前不能睡觉 不然等会儿就没胃口了 咳咳 沈沈 我不是小孩子了 胃口也好着呢 再不是小孩子也不行 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身体 老了之后 行行行 这就去 这就去 那我们和西诺宁一起去拿食材吧 反正就两三步的路 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唉 这孩子 完全没有人过来啊 我还以为出门就能看见一个人骑着宁夜龙 从天上扑拉一下落下来呢 玄墨人的训食也不会从天上落下来 他们一般会从旁边的悬崖爬下来 不用看了 悬崖上也没人 见了火鬼 你们 不好意思 请问特拉祖利是住在这附近吗 你 你不会就是送食材过来的人吧 食材 我差点成了那些怪物的食材 哎呀 不说这些了 那些魔物又追过来了 你们快点帮帮忙 西诺宁 我们 西诺宁去哪里了 他已经要和魔物交上手了 我们快跟上 好嘞 解决完了 没什么难度 这批货倒是没怎么被损坏 我们运气不错 奇怪 来的时候我们也没遇见多少魔物啊 别提了 我之前也经常走这条路运货 从来就没被魔物这么袭击过 这条路是进出不足的主干道 经常会有不足的人过来清扫魔物 一般来说都很安全 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 这条路周围的魔物啊 就和发了风似的 连一些平时很温顺的急风龙 也到处乱窜 特拉左利反正都不打造古名了 为什么不直接回部族里住呢 如果回来的话 尼赫加那孩子还能找到一些玩伴 这孩子年纪这么小 却从来没有 尼赫加的玩伴 不对不对 我家的孩子好像见过他 还和我说过 尼赫加最喜欢的游戏是 怪了 之前我还记得 怎么突然忘记了 你看那边 他也有燃精明客 赶紧回部族去吧 看你的样子都被吓掉魂了 我们会直接把食材拿回去 这几代我来扛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行 多谢你们了 今天真是不适合出门 真奇怪 为什么今天一下子遇见了 这么多记性不好的人 怎么说呢 总有一股怪怪的感觉 好像所有事情都凑在一起了 只要活得够久 总会遇见这种怪怪的日子 我们先把食材拿回去吧 不然今天晚上 只怕要吃不上饭了 你们总算回来了 去了那么久 我都要开始担心了 遇见一点小麻烦 已经解决了 好吧 解决了就好 你们先坐下 我去做菜 很快就好 好多好吃的 特拉佐利女士好厉害 都是简单的菜 别客气了 大家快点吃吧 可是我夹不到那道菜嘛 你帮我下过来一点 快点快点 我还要再来一碗 已经吃完了 西诺宁 你吃这条鱼的时候 真的有嚼过吗 当然 之前都说了 我连鱼刺一起嚼碎了 我再吃一条就好 鱼下的留给尼赫加 没关系 你都吃掉就好 尼赫加不能吃这些 她的身体太弱了 吃这些东西无法消化 我只能做些汤味给她 怎么这样 可是我还以为尼赫加的病已经好了呢 深渊的伤害无法逆转 医生说 尼赫加能够维持现状 已经是最理想的情况了 没关系 尼赫加已经能和我说话了 还能牵我的手呢 我已经很满足了 就算 她再也不会知道 我是她的妈妈 什么意思 医生说 深渊对尼赫加的灵魂 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她 丧失了受伤前的所有记忆 而且这种丧失记忆 并不是简单的遗忘 而是再也无法记住 那段过去中的任何事情 无法记住 某段过去中的事情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 烟弥主那边 用来记录事物的支卷吗 普通的遗忘 可以看作是支卷 在逐渐褪色 只要重新涂抹编织 那段褪色的记忆 就会重新鲜活起来 而尼赫加的丧失记忆 则是直接将她的支卷 从中剪断 又将剪下来的那一段 烧成了灰烬 她喜欢读的书 喜欢的花 还有曾经在这个家里 度过的时光 都已经被深渊剪断 再也无法寻回 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在尼赫加看来 我只是一个陌生的奇怪阿姨 自称是她的妈妈 尼赫加是个乖孩子 不愿让我这个尽心照顾着 她的阿姨难过 所以愿意叫我妈妈 但我总觉得 尼赫加的心里 其实一直在想 她真正的妈妈 究竟在哪儿 她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难道她被抛弃了 尼赫加根本不会知道 她的妈妈就在她面前 从来都没离开过她 所以 你打算亲手为尼赫加 重新编织出那一段织卷 诶 西诺尼 你在说什么呢 或者说 你其实早就开始编织织卷了 那位送货小哥的 我看他腰上别着一个 顺手就借来了 放心 等问清楚所有事情 我会把人机明客还回去的 毕竟 这东西可不便宜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前段时间 燃金明客突然风靡整个不足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他 同时 也注意到所有带上燃金明客的人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记忆错乱 旅行者 你们之前也注意到了一些端倪 对吧 用打造古民的记忆制作的饰品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份视频里的小型燃素客户 未免也太复杂了些 这些燃素客户的脉络走向和古民重合 只要略微修改几条客户主卖的朝向和接连方法 那这枚燃金明客 就几乎可以被称为古民了 而这些包含在燃金明客内部 随时都可以启用的燃素客户 你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对吧 特拉佐利婶婶 果然瞒不过你 西诺宁 没错 我有办法治疗尼赫加 让他恢复之前的所有记忆 具体方法很简单 我要为尼赫加 打造一个容纳着他过去一切记忆的古民 你所说的古民 之所以要被大林认可 是因为那些古民里所承载的记忆 都存储在地脉之中 想要从地脉中抽取那些记忆 就必须要大林协助 不过特拉佐利婶婶 你根本没打算从地脉中抽取回忆 对吧 你所做的燃金明客 就是为这件事而生 你打算用他们为您和家 做一个巨大的回忆库 而你要打造的那枚古民 则是用来从这个回忆库中 抽取对应的记忆 是做回忆库 等一下 所以那些记性突然变差的人 其实是被那枚燃金明客 抽走了和尼赫家有关的记忆 用旁人对于尼赫家的回忆 来为尼赫家补权过去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思路 你已经把沈身的想法看穿了 西诺宁 你还是和之前一样优秀 比我强太多了 我就是打算用这种方式 整合出与尼赫家有关的所有记忆 让他能够重新拥有过去 可 可是 这么抽取记忆 对待着燃金明客的人 不会造成伤害吗 不会的 为了在提取记忆时 不伤害部族里的人 每一枚燃金明客提取记忆时 都有我精细控制 这就是那枚控制 所有燃金明客的中枢明客 同时 也是尼赫家即将拥有的古名 这些东西 都是特拉索利女士自己做的 是啊 我做了好多 好多 也累得不行 也许我真的老了吧 你们刚才也看见了 我光是晒晒太阳 就要晕过去了 也许明天 或者下一秒 我就会倒下 但尼赫家的古名 还远远没有完成 我解决了容纳记忆的问题 但却不知道 如何让尼赫家 和这枚中枢明客 链接起来 我还以为 你会直接改造你的那枚古名 我想过 但这件事 和我所拥有的那枚古名无关 它不能帮助我 现在 我也不需要它的帮助 你应该知道 打造这种东西 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知道 但只要能让我的尼赫家回来 我愿意付出一切 不然 等我离开这个世界后 尼赫家就不会再有机会 拿回自己的过去 它不会记得我 也不会记得自己 为什么叫尼赫家 到那个时候 尼赫家就只能自己一个人 孤独地在世界上漂流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她是我的女儿 我亲手为她许了名字 无论是作为母亲 还是作为著名师 我都不会放任她的名字 救死失落 西诺尼 这枚中枢名课 我拿走了 我会把它完全拆解一遍 确定它的结构和具体用途 在一切都确定下来之前 我不会做出任何承诺 替我向尼赫家道个晚安 沈沈 那个 稍等 我给旅行者和小派盟做的名课 已经完成了 我这就拿给你们 承诺了这么久才做好 真的不好意思 收回去吧 沈沈 旅行者和派盟可没见过尼赫家 你没办法从他们身上吸纳到记忆 我没这种想法 只是一份普通的谢礼 请你们 这声音是 哦 一定是尼赫家醒了 又想要自己下床 抱歉 我先去看看尼赫家 尼赫家 别自己下床 要什么东西就告诉妈妈 你先照顾着尼赫家吧 沈绅 我们走吧 旅行者派盟 我有些话要和你们说 你们先在外面稍等一下 我进去拿了东西就出来 工坊里有些乱 就不带你们参观了 你们误会了 我并不是因为工坊太乱 不好意思给你们看了 只是因为我在工坊里塞了太多的东西 书了 卷踪了 还有一些从烟弥主那里拿来的典籍 这些东西都堆在一起 已经顶到天花板了 要是你们进去 肯定连在哪里下脚都不知道 我听卡吉娜说 上次她进去的时候 可遭了大罪 也怪我当时光顾着查资料 忘记锁门了 她进工坊之后 先被当面一副巨大的烟弥主之券 吓了一跳 一转身 撞到了一堆厚厚的锻造图谱 她想要抬脚躲开 又被后面的话筒拌了一跤 然后 那本段造突破就动了一声 狠狠砸在了这孩子的头上 还好我发现得及时 在晕乎乎的卡吉娜 被一整部回生之子不足之埋住之前 把她拉到了二楼 从那之后 卡吉娜来找我的时候 都只敢在门外等着了 毕竟西诺宁是工匠嘛 我们还以为 你的屋里会挂着很多武器和盔甲之类的 结果现在看来 反而更像是个图书馆呢 毕竟 我的主职是打造古名嘛 做这个东西 可比锻造刀剑和锄头麻烦多了 除了必要的工艺参考之外 还得参阅许多点集 你们应该知道 每一枚古名 都代表着某种精神 在这种精神背后 还存在着无数与之相印证的事迹 换句话说 古名的本质 是某种特定精神意志的实体显化 而作为打造古名的著名师 在打造一枚全新的古名时 我要做的 不仅仅是把它给打造出来 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 这枚古名所蕴含的精神 想要做到这件事 我就只能把所有有关的故事 尽可能搜集起来 再全部通读 但是 你也知道 大家在夸赞自己的时候 总是会格外用力 对于一些明显被夸张 或者改变的故事 我又只能搜集 更多与之相关的故事或资料 让两者互相印证 用这种方法 才能剥去所有 莫名其妙的夸张怪谈 让故事回归到最真实的状态 只有从这样的故事中 才能找到真正的精神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精神 显化成真正符合其内核的古名 虽然我们之前听说过古名的原理 但再这么详细一听 感觉古名好厉害 无论古名再怎么厉害 都不可能突然变成刀剑 也不会让你突然能一拳打穿 整座山崖 它只是一种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没有那种直观的功效 呃 我就拿你们的名字举例吧 当你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 某个人 就预备好了对你们的祝福 那个人将这祝福 浓缩成了你们的名字 再赠予给了你们 对你们来说 也许这个时刻已经成为了过去 但名字 始终伴随着你们 朝着未来前进 名字 是人们站在过去 朝着未来所发出的祝福 这是特拉佐利婶婶曾经和我说的 有了这道祝福同行 人们在朝着未来迈进时 也能变得更有底气 打个比方的话 就像是走夜路的时候 手里提着一盏灯嘛 哦 这个我明白 就像是在很黑的夜里走路 如果一个人走的话 走着走着就会害怕 他会累得很快 如果有人一起走 那就不会害怕了 累倒是也会累 但总比一个人走感觉好多了 不过 他有我陪着 不用操心这种问题 真是一位让人羡慕的旅行者 我 我是用飞的 当然会更累了 那个 话题都偏了 不聊这个 不聊这个 总之 这就是我接受著名师训练时 特拉佐利婶婶和我说的内容 老实说 我顶多就理解了两成 剩下的八成 都是弄不明白的 这不就等于压根没明白吗 也不能这么说 至少我在最重要的部分上 和婶婶达成一致了 聊太多了 等会儿再说这些 你们稍等 我拿了东西就出来 屋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塌掉了呀 没关系没关系 那些是很久之前的古名记录 我早就做好抄本了 这一套燃苏明蝎放得太深 没法轻松拿出来 我只能采用点暴力手段了 走吧 我们去拆解中书名客 应该花不了多长时间 到了 就是这里 好高的悬崖 我们要做什么 爬到那座山顶上 然后把这个名客 从悬崖上丢下去吗 我等会儿 要在这片悬崖上 刻录一千燃素 用来探查中书名客的内部结构 等我研究一下 不知道这家伙 能不能正常启动 上一次用这个东西 我还在做学徒 每次尝试刻写古名内部的 燃素刻录时 都要先拿它 在悬崖或者空地上 画一个同样结构的刻录图 在确认刻录内部的各种脉络 可以正常运行燃素后 再开始正视刻录古名内的 小型脉络 想要非破坏性地拆解 这个中书名客 就必须要用到这家伙了 那么大的刻录图 我可不想徒手刻写 这么说 我们不用弄坏 特拉佐利女士的这个名客 就能知道它里面长什么样了 差不多吧 要是一般未成型的古名外科 我就直接把它拆开 用燃素冲洗一遍里面的刻录 就什么都知道了 但这枚中书名客 算了 我还是不要轻易破坏 沈沈对宁和家的祝福了 西诺宁 那这枚中书名客 是属于你已经理解的两成 还是没有理解的那八成 放心吧 我之前都说了 我已经在最重要的部分上 和沈沈达成一致 那就是 名字本身 确实具有价值 有了名字 事物才能被分类整理 排序编号 世界才变得井井有条 有迹可循 比如 在订购矿时 我一般会说 我需要纯渡在三十五左右的火山金石 杂质度不能超过三个点 要是没了名字 那我就只能跑去矿石商那边 说我要这个 这个 这个不对 那个呢 那个也不对 名字 是工匠标准化流程里的重要一环 要是没了名字 这活就没法干了 因为打造古名 首先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这没什么好纠结的 至于 他究竟为什么重要这种问题 只要不影响整体工作 在之后的实践中慢慢理解就好 毕竟 打造古名这件事 本身就不那么简单嘛 我说简单点吧 反正现在不在不足里 打造古名 本质上就是在给纳塔历史上的各位英雄们 取绰号 给人取名字是一种主观的祝福 只需要表达自己有多么希望这个人好就行 而给人取绰号这件事 是一种客观的表达 想要把绰号取得够准 就必须要多观察 多思考 如果古名 不是 如果绰号取得不够生动的话 也没人会记得 所以我只能尽力搜集 一切可能用到的资料 力求把绰号取得准确无误 要是稍微出点差池 让人们对这个绰号有误解 对于我这个著名师来说 就算是重大失职了 我现在没想给西诺宁起外号 再说了 我之前取的外号都很生动 大家都能一下子记住 我倒是很有兴趣 你给我取一个 真的要吗 那当然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可是同行 来吧 那个 外号 外号 西诺宁是那个 拿燃素打武器的 还给人打名字 打 打火的 不错不错 很贴切 我记住了 小派萌 你继续再观察一下我的工作 说不定能想出更好的绰号 我接下来正好要去打火 你可要好好观察 西诺宁 你刚才好厉害 在悬崖上跑来跑去 就像是在平地上走路一样 和不足无关 靠的是我脚上的这双鞋 和他所利用的燃素粘连效应 不过跑这么一趟 我的这双鞋子 又要重新嫁住燃素了 下 算是吧 能派上用场的设备 我都带着了 以后有空再给你们介绍这些设备 我们先做正事吧 让我看看 从一号锚点开始 用浓度三的燃素激活 哇 邪崖上亮起了好大一张图 特拉佐利女士做的中枢名课还飞起来了 西诺宁 你已经探查完了吗 情况怎么样 没有发现异常的燃素客路 各种细微的修改 也确实都是基于古民的技术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帮特拉佐利女士和您和家了 对吧 差不多吧 但我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我两个都会说出来 你们没得选 那你说完好消息之后 我就捂住耳朵 就算捂住了 这件事也客观存在 在说消息之前 我要先问旅行者一个问题 你对希娜记忆这件事 怎么看 你果然也这么想 那我就能省去开场白了 我一向不擅长这件事 希娜记忆这件事 具有太大的不可控性 技术上来说 这种名课完全具有 扩大作用范围的可能性 虽然沈神的身体 支持不了这种强度的工作 但是 如果她有同谋者的话 完全可以借助这种名课 做到更为庞大的事情 同谋者 听起来就像是犯罪了一样 接下来就是好消息了 这种燃金鸣客 虽然是犯罪的好工具 但我们现在既没有发现同谋 也没有发现扩大化的征兆 从纯客观的角度出发 可以暂时把这个可能性 列为待定 坏消息是 这枚燃金鸣客 依然存在着一个 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之前应该和你提起过 古民的运转原理 是借助大林的力量 读取地脉中所留存的信息 在这一过程中 大林实际起到了中计的作用 帮助古民持有者 感受地脉之中的信息 如果排除了大林 也不采用任何工具 那想要找到一个 特定的故事的话 就无异于在一条 奔腾的江河之中 捞起一枚特定尺寸的沙子 没错 这么做的人 大概会变成个傻子 或者是成天只会 自言自语的疯子吧 现在 我们把婶婶所搜集的那些回忆 就当作是地脉 而尼赫家 就是这条地脉中 唯一的古民持有者 婶婶也绝不可能 让尼赫家不借助任何工具 直接涉入回忆的江河 这样的话 尼赫家只会被那些回忆冲垮 而在遗忘了 所有过去的前提下 尼赫家是没有能力 独自进行精确操作 找到正确的过去的 能帮助尼赫家 筛选出这些过去的 只有婶婶自己 所以 按照我的推断 特拉佐利婶婶 真正想做的 是将自己变成 尼赫家的大灵 帮助她在应对 各种事物时 抽出对应的记忆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 这么做没有问题 只要能保证 每次所抽取的记忆正确 尼赫家就相当于 拿回了过去 而且我也相信 沈参记得住和尼赫家 有关的一切 不会出现一丝错漏 但 沈参并不是大灵 她的身体 不会给她留下多少时间 这种问题 怎么可能解决得了 而且无论采用什么方法 特拉佐利女士都会 名字 是人们站在过去 朝着未来所发出的祝福 我也做好决定了 走吧 我们去找沈沈 西诺宁 看来 你已经做出判断了 对吗 嗯 这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些研究 你可以用它来参考 修改操作中枢名课的方法 我也会协助你继续改造燃进名课 但我要拿到所有名课的控制权 并且监督一切使用名课的行为 名课所能汲取的回忆 仅限于您和家的过去 我稍后会和你划定一个时间范围 如果你抽取的记忆超出了这个范围 那我就会教你示威正在尝试进行犯罪行为 终止所有和燃金鸣客有关的工作 在回忆库搭建完成后 所有燃金鸣客的汲取功能必须停止 只保留输出记忆的功能 我接受 谢谢你 西诺宁 我真的 沈参 你知道我最受不了这趟 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 大可以直说 不用绕这么大的圈子 擅自用打造古明的技术 制造其他东西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我 确实不算想 但和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和一枚正在失落的名字相比 这件事算不得什么 但在一切结束后 你必须要跟着我去找帕加尔 好好谈一谈 我没有问题 为了小尼赫家 我愿意接受任何责罚 行 那先收拾一下桌子吧 我们就在这里制定一下计划 怎么让尼赫家独立控制燃金鸣客 抽取对应记忆这件事 我还需要思考一会儿 对了 沈沈 你把那本书拿给尼赫家了吧 你特地给尼赫家拿来的生日礼物 哪能这么直接给出去 我挑了个漂亮的盒子把它装起来了 等尼赫家生日那天再送过去 给他一个惊喜 就是一本旧书 倒也不用这样 啊 尼赫家又醒了 但这次的动静好大 就和什么东西砸下去了一样 啊 那要是砸到尼赫家怎么办 我们快去看看 我 我先过去 尼赫家 别伤着自己 是西诺宁姐姐吗 哎 你就是尼赫家吗 尼赫家 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起床 你昨天还发着烧呢 你好啊 尼赫家 谢谢姐姐送我的书 我看了很多遍 尼赫家已经看了好多遍 可是 西诺宁带来的那本书 不是被特拉祖利女士包起来了吗 这孩子肯定是记错了 他看的不是西诺宁送的 是我买来的那一本 前几天 这孩子说想要这本书 我实在是不懂 只能硬着头皮去部族里找了找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 就顺手买下了 回来之后就放在了他屋里 之后尼赫家突然开始高烧 我忙着照顾他 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也忘了他找你要礼物这件事 神神 你买的那本书 是哪个版本的结局 结局 那个老板说 是大圆满版本的结局 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 也只有这种 都怪我 让你花了一笔冤枉钱 这下连惊喜也没有了 没关系 都是故事 只要尼赫家喜欢就好 尼赫家 你应该不认识我们吧 我们是 是派蒙姐姐 和旅行者哥哥 我听妈妈提起过你们 嘿嘿 看来我们还挺出名的嘛 尼赫家今天的精神 看起来挺不错的 她也闷了好几天 神神 不如我们带着尼赫家出去走走 出去散步 但尼赫家现在的身体状况 实在 别担心 神神 有我和旅行者在 尼赫家绝对安全 我们也不会出部族 就算有问题 也能立即找到医生 再说了 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 我们正好去部族里采钩一番 好好给她庆祝一下 神神 你觉得怎么样 妈妈 我保证不乱跑 你上次不是也和我说 我要多呼吸新鲜空气吗 好吧好吧 就医你 正好 我要把几枚修好的燃经名客 送去部族里 我们就一起去吧 稍等一下 我去把尼赫家的水杯拿上 还有毛巾 药 对了 还有遮阳伞 准备的好齐全 带多一点东西 防患于未然 那我们就出发吧 尼赫家 你可要听话啊 可别给稀诺你姐姐他们添麻烦 把东西给我拎着就行 尼赫家也别拘谨 有事情直接说就行 反正我小时候 也没少气神神 嘿嘿 就是 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 尼赫家就放心的玩吧 不会有问题的 嗯 谢谢你们 请你也放心吧 妈妈 我会听话的 特拉索利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布族里了 嘿 小尼赫家也在 小尼赫家也在 看起来恢复得很不错啊 都能出来散步了 再过段时间 肯定就能和切尼他们一起玩了 希望如此 来 尼赫娜 这是你的名客 我已经把它修好了 哎呀 你还专门送过来 真是多谢了 哦对了 我前段时间找到了一颗品质不错的矿石 用它给小尼赫家打个漂亮首饰吧 我记得 尼赫家每次看见亮闪闪的戒指 都会很高兴 对吧 小尼赫家 他肯定会很喜欢的 多谢你了 这有什么好客气的 你等会儿 我去把那颗矿石拿过来 打造首饰的事就交给我吧 尼赫家 你喜欢什么样式的 我喜欢 净心花的样式就不错 这孩子之前就一直念叨着 要我给他打造一个 净心花样式的供名 我记下了 下次生日的时候 就拿这个做礼物吧 抱歉啊 尼赫家 你的这份礼物 没什么神秘感了 没关系 谢谢新诺宁姐姐 找到了找到了 让你们久等了 来 拿上吧 对了 小尼赫家 下次要是再想知道 和矿石有关的事 尽管写信来问我 上次你突然给我写信 说想要请我找一块火山晶石 怕我吓了一跳呢 真是麻烦你了 尼赫家自从身体变好之后 好奇心简直都憋不住了 他身子太弱 不能随意出门 所以就成天要求我 帮他写信给部族里的人 询问各种事情 毕竟是咱们回生之子的孩子 喜欢矿石也正常 一切都在变好呀 嘿嘿 我们就像是那本 新版勇敢的特魁里的主角一样 马上就能拯救自己的家人 立马酷了 按照这本故事的情节 我们应该在 呃 我看看 特魁向山雨火的女神祈祷 让我兄弟的名字延续下去 我愿意用我的心和血交换 女神回答道 我听见了你的话 但你的兄弟已不是你的血亲 他的名字 坠向了深处的深处 然后 特魁说 把我的血变成火 直到我的心 能照亮深处的深处 在血流干前 我会把我的兄弟带回来 哦 你和家记性真好 我也记得书里就是这么 呃 等一下 书里怎么写的来着 我可是一口气 把那两本书都看完了 这两本书有好多情节和句子都一样 弄坏很正常呀 但我觉得旧版的结局才比较精彩了 就算小朋友们会 那个 稍微有点不太理解 不过 你和家应该没看过另外一个结局吧 没关系 等一下我就读给你听 不 不是的 我其实 知道另外一个结局 另外一个 可是你不是就只读了 你们在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妈妈 我在和旅行者哥哥聊 那本故事的结局呢 我们刚说到 坏蛋被打倒了 大家也都安全回家了 结局很圆满 圆满的结局不是挺好吗 但你这么快把书看完 今天妈妈可就没书读给你听了 今晚你只能早点睡觉了 下次妈妈多给你买点其他的童话书 好不好 好的 妈妈 挺不错的 等你和家下次生日时 他一定能收到一份既耐用又好看的收事 至于现在 咱们还是先把这一次生日给办好吧 下一站去哪里 深深 我们接下来去找阿布帕龙吧 就在不远 过来 你和家 可别离我太远 知道了 妈妈 怎么我今天的眉头总是跳个不停 甚奇怪 那是你要走好运了 阿布帕龙 没想到两位著名师大驾光临啊 欢迎欢迎 特拉佐利 你今天要买点什么 还是和之前一样 打折 哦 开口就是打折 特拉佐利女士的人员好厉害 她之前可是咱们部族的著名师 为部族出了不少力 我给她打点折 理所应当 多谢你的照顾了 来 看看你的燃金铭客 我已经把它修好了 快过来谢谢这位叔叔 宁和家 谢谢叔叔 你是 小宁和家 对吧 特拉佐利给我看过你的画片 看着精神都很不错 来来 店里的东西 你随便选一样 就当是我送你的 不用不用 妈妈说 您之前就送给我们家很多东西了 哎 那是我送给你们家的 又没单独送过你礼物 要是你不好意思挑 让你妈妈来选也行 神神 你就别和阿布帕龙客气了 去替你和家选一个吧 她做的钻头和小型夹子 质量都不错 各部分的尺寸精确 而且非常耐用 在我需要应急的时候 都是来这里紧急才够 你这里还有那种适合小孩子用的安全剪刀吗 我记得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还剩下一些 不过都被我放在后面了 你们要挑的话 我拿出来 不用麻烦了 神神 我们直接去后面挑吧 花不了多少时间 这个我不太懂 西诺宁 你就自己 那些捡到的花纹款式太多了 要是没你帮忙判断 我可挑不中你和家喜欢的那一把 走吧 神神 花不了多少时间 西诺宁又抓着特拉佐利女士去采购了 看起来好忙啊 我会听话的 那个 太蒙姐姐 在勇敢的特魁里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我最喜欢的 当然是特魁了 她用了很多方法拯救自己的家人 虽然在旧版的故事里 她最后还是没能和家人一起继续生活 但她已经尽了全力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 你和家呢 你喜欢什么角色呀 我 比较喜欢利马库 哦 那个被科亚特利库爱夺取了身体 但却一直没有忘记特魁的人啊 那个人也很厉害呢 要是她没这么坚强 那最终决战的时候 他们两个肯定都会被科亚特利库爱打倒 看故事当然就要带入 不然就没意思啦 嘿嘿 你和家 我们正好来对演一下 你演利马库 我演特魁 好不好 大哥哥 我 能演帝母 科亚特利库爱吗 那不是反派吗 在旧版的故事里 这个帝母可是把利马库都吃掉了 还变成了他的样子 对哦 你和家看的那一本是大元版的结局 我记得 新版的故事里 最后科亚特利库爱被打倒了 利马库和特魁都活下来了 哎呀 不管那个版本了 反正只有最后结局的台词不一样了 你和家就说自己喜欢的台词就好 我两本都看过 肯定能对上来 我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是结局的那一句 是 你和家 快过来 看看你 额头上全都是汗 妈妈 妈妈给你擦擦 来 把水喝了 你这孩子 一玩起来啊 就什么都忘了 东西我们已经挑好了 等会儿阿布帕龙会打好包 直接送去神神的住处 你们和你和家玩得怎么样 刚好要讲到精彩的地方 有这回事 这么一想 好像这两次 西诺宁确实都像是特意把特拉祖利女士带走的 但为什么 先不谈 稍后再说 相信我 先别采取任何行动 神神 我们是不是该去最后一站了 今天天气太热了 你和家在外面待太久了也不好 是啊 我们再去夏温那边一趟 就回家吧 夏温 我已经把你的燃金铭课修好了 还特别加固过 这次 绝对不会轻易散掉了 麻烦你了 那枚火山晶石怎么样 能用吗 够用了 谢谢你 别这么客气 只要你和家能恢复健康就好 谢谢 夏温姐姐 你们一家子怎么都这样 我就说呢 这么大规模的打造燃金铭课 矿石到底从哪里来 夏温小姐 看来你就是特拉祖利婶婶的共犯了 西诺宁 你 我们也和你一样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被发现了 要是事情捅到帕杰尔那边去 那就糟糕了 说实话 我都已经快有点瞒不住了 隔三差五就出远门 矿石存料莫名其妙的减少 帕杰尔上次来问的时候 我只能说再研究新型手势 打造废了不少矿石 至于出门 是因为发现了一条新矿脉 想要试着从里面早点新宝石 哦 不好意思 续续叨叨这么久 你们快进来坐 好啊 我们坐一会儿就 我 我 我能看看那边的手势吗 夏文姐姐 伊米那边的 行啊 去看吧 记得往里面站站 我也要我也要 我们和你和下一起去吧 我还没仔细观察过那她的手势呢 是呢 那我可要仔细观察 你很久没有买过手势了 也在这里挑一个吧 神神 哦 你和家快过来呀 我们都不会挑手势 你快帮我们也看看 大哥哥 我 你和家 过来 啊 不好意思啊 夏文 西诺宁 今天的时间有些晚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过几天 就是你和家的生日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没事没事 我肯定带着最漂亮的手势 去给她庆祝生日 妈妈 我 额头又烫起来了 来 妈妈背着你 咱们快点回去吧 一晚起来 就什么都忘了 今天回去 我要好好和你聊一聊 我 我 我没有 我不记得教过你狡辩 你和家 对 对不起 妈妈 我 我 啊 你和家在看我们 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怎么办呀 你和家今天玩得太开心了 稍微忘记时间 也不是什么大错 我来背她回去吧 神神 你这身体把你和家背回去之后 只怕也要躺在床上了 没关系 我背得动 走吧 你和家 我们回家了 谢谢你们 西诺宁 旅行者 还有小派蒙 今天陪着我们母女 瞎折腾了这么久 逆鹤家的生日会 你们可一定要来参加 好了 逆鹤家也该睡了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告别吧 行 神神 那你记得把我买的那本勇敢的特魁送给逆鹤家 我可是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这本书的 知道了 你这孩子 难道我还会让你白忙活 西诺宁姐姐送给小逆鹤家的这本书 具有特别的意义 逆鹤家一定会好好保存的 是吧 尼鹤家 谢谢西诺宁姐姐 就是保存起来 尼鹤家不读一读吗 这童话呀 我读给这孩子听了好多遍 他都能把每一句台词都记下来了 这倒是不用担心 神神 我带来的这本勇敢的特魁 尼鹤家应该没有听过 这本书 有什么不同吗 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就是故事的结局 和您买的那一本不太一样 我拿来的这本勇敢的特魁 是尚未重修过 最初推出的版本 推出的日期 远早于尼鹤家重病之前 西诺宁 我记得你之前 对童话没有这么大的兴趣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如果审舍你之前所说的 尼鹤家病情属实 他无法记起重病前的任何过去 那么勇敢的特魁的出版结局 也属于会被尼鹤家遗忘的过去 换句话说 如果尼鹤家没有在近期看过旧版的故事 那他就不可能知道出版故事的结局 对吧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对这个故事的结局这么纠结 就算他记得 又能证明什么 说不定 尼鹤家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溜出去 在哪里看了一眼出版故事呢 我不否认这种可能性 毕竟 尼鹤家还是能记得当下发生的事 那就请沈参和我们一起 去部族里问问 谁记得尼鹤家来过吧 而且部族里卖书的店就那么几家 也可以让尼鹤家自己说 他是在哪里看的 他们都带着明客 说不定和这件事有关的记忆 那么 你是在承认 用燃金明客影响了部族成员 最近一段时间的记忆 沈参 我之前说过 我会把这种行为视为犯罪 并且终止一切和燃金明客有关的工作 家里肯定还有另外几本书 我 我不愿让你的血烧尽 但我看见了你的心 什么 回答我 尼鹤家 尼鹤家 回屋里去 我 我 我 你 不听话了吗 尼鹤家 是你给我寄的信 是你找我要的书 只有你 能为你自己发声 我们会听你说话 就在这里 记住我的名字 兄弟 只要你记住我 那我就从未离去 闭上嘴 是 是旧版故事积聚的那句台词 尼鹤家真的记得 我知道 我全都知道 西诺尼姐姐 救我 救救我 啊 门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后退 西诺尼 等等我们 地道已经被堵住了 不能进去 说不定有陷阱 尼鹤家房间里的墙上 都贴着什么东西啊 看来 舍神多作的那些名客 都放在了这里 想要让那枚古名成型 他只有一个地方能去 走 跟我来 我 尼鹤家在上面 你到底想对他做什么 我没有对你们撒谎 从头到尾 我都只是在救我的女儿尼赫家 虽然她现在还不是我的孩子 但等一切都结束 她就会真正成为尼赫家 还不是尼赫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已经想通了 没错 我想要用记忆 让尼赫家醒过来 那孩子在夜深之国待得太久了 他怕黑 也怕冷 是我让尼赫家一个人待在那里的 我必须把他带回来 别怕尼赫家 妈妈什么都没有忘记 妈妈一直记得你的名字 恐怕 确实如此 那那上面躺着的那个是谁啊 他也是我同族的孩子 父母在之前那次深渊袭击中去世了 说来也巧 他的生日和我的小尼赫家是同一天 我收养了他 照顾了好久好久 本来 我以为这能让我好过一些 当这孩子第一次愿意叫我妈妈的时候 我先是很开心 然后 突然害怕了 他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他的名字是尼赫家 只能是尼赫家 我怎么能开心 我 我的小尼赫家 他还在等着我 等着我带他回来 我说过 这样能让尼赫家回来 我及时献出一切也在所不惜 现在 现在 是现出一切的时候了 至于我这枚没用的古鸣 也是时候让他派上点用场了 既然你不愿意帮我 那就成为尼赫家古鸣的燃料吧 西诺宁 你到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 是在观察着周围的克鲁图吗 没用的 我已经布置好了所有的燃精鸣客 克鲁图早就开始运转了 多亏了你给我提供的思路 这枚中枢鸣客 会真正成为尼赫家的古鸣 等尼赫家回来后 我会请你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你要你要硬闯上去吗 这幅克鲁图有缺陷 薄弱点即将运转过来 听我考令 尼赫家 三 别怕 别怕 妈妈在哪 三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绝不会忘记你 二 尼赫家 快醒过来吧 求求你 快点 一 没关系 没关系 你马上救得进了妈妈了 你赫家 别靠近 这些思绪已经被曲解了 这些雾气 是思绪被扭曲后的呼喊 如果沾染上的话 就会被他掌控 再也无法自拔了 你在哪儿 你 你 我想喝药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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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 你 尼赫家 为什么 我不想喝药 你能一直陪着我吗 别再丢下我了 别再丢下我了 特拉佐利 是你亲手将尼赫家这个名字 扭曲成了束缚一切的求劳 你也该 听听他真正的声音了 你也该 听听他真正的声音了 香尼的碎石 回响的疾风 拱惧 迷散 于静后再生命 为淡初的心宴 显示黎明的一方 妈妈会陪着你的 你和家 一直 一直陪着 你 妈妈 我一直在你身边 你终于愿意听我说话了 你 旧知凡献新衙 新叶 新叶 知乎老话 复始来去 逢入妮沙 我们俩认识很久 但这是初次见面 你是 妮河家 嗯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是 妮佩卡 是个适合你的名字 妮佩卡 我在昨日祝福你 祝你的每一个明日 都幸福顺遂 无忧无虑 我 刚才我看见妮河家了 她和我说了话 她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妮河家 妮河家 你在哪儿 回答妈妈 求求你 求求你 新叶 你刚才也看见了对吧 你也看见了我的小妮河家了 我摸到她的手了 也抱住她了 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 那些灰色的影子 这是一点小错误 只要再启动一次 对 再启动一次 妮河家 一定 神神 你还没察觉到吗 察觉到什么 没什么错 一切都没错 她只是在生我的气 不愿意理我 你 这孩子就喜欢闹脾气 我 我能理解 我能接受 特拉左利 够了 你用燃金鸣客照出来的 根本不是真正的妮河家 你搜集了无数人有关妮河家的回忆 但是却漏了一点 那些被搜集的记忆中 除了真实的回忆外 还有着无数的情绪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 当人们探望病重中的妮河家时 会产生什么情绪吗 当人们握住一个临终孩子的手 感受着他无力的呼吸 绝望的眼神 还有逐渐降低的体温时 除了痛苦和悲伤 他们还能感受到什么 我 把这些情绪 这些情绪 全都被你吸纳进了燃金鸣客中 作为实际的过去 固化了下来 那些灰色的人影 是那些过去的投射 他们只会重复着妮河家临终前的模样 而真正的妮河家想要说的话 都被这些被扭曲的悲苦思绪所掩盖了 我 我不想这样 我只是想要记住妮河家 我只是想 只想再见他一命 妮河家一直都陪在你身边 神山 那没被你称作毫无作用的古民 早就记录了一切 你用尽了一切方法 抛下了一切 试图拯救自己的女儿 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你难道忘了自己古民的真意了吗 我的古民是 王渡古 这枚古民 早就将你和妮河家之间 不可动摇的情情记录在内 但你却对此视而不见 名字 是过去对未来的祝福 这是你告诉我的 神神 是你给妮河家取了名 是你为妮河家送出了最初的祝福 现在 却亲手将妮河家这枚名字扭曲成了囚牢 囚禁着那个无辜的孩子 也囚禁了你自己 但是 你和妮河家是我生命的全部 失去了她 我根本看不见未来 至于祝福 从妮河家离开后 我就再也感觉不到祝福了 我只会每天梦见那孩子 抓住我的手 说自己很痛 求我抱她 我就什么也看不见 也抓不住妮河家的手 只能不断地喊她的名字 直到从梦里惊醒 每一天 每一天 我都痛恨我自己 也痛恨古明 你和家 或许也 你觉得 你和家也会恨你 神神 你还记得妮河家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还记得 你和家真正的遗言是什么吗 我 我 你之所以感觉不到祝福 是因为你已经遗忘了真正的过去 神神 你只是沉溺在自己所想象出的回忆中 不愿自拔 失去过去的名字 只是一根无根的枯木 除了摔袖外 再无未来 结束了 神神 一切都结束了 哎呀 慢一点 不然你还是躺着吧 不对不对 躺在这里也不太好 啊 喜诺宁 尼和家 尼佩卡已经可以站起来了 我们过来了 谢谢你们 太蒙姐姐 旅行者哥哥 我真的没事 刚才尼和家姐姐帮了我 已经没那么难受了 那就好 如果你真的变成了尼和家 那这个故事 可真就要变成勇敢的特魁了 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 走吧 我们先出去 那特拉祖利女士怎么办 放心吧 她已经做不出出格的举动了 好了 我把神神锁在了屋里 也捆上了好几道绳子 等会儿我就把她带去不足 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嘛 我们就先离那个屋子远点 在这里晒晒太阳吧 折腾那么久 我真的要累贪了 一下子全都安排好了 喜诺宁的效率可真高 唉 现在想想也好可怕 特拉祖利居然想把 摄养来的孩子变成尼和家 还差点成功了 是啊 西诺宁到计时的时候真帅气 呼啦一下就冲了上去 一口气搞定了所有事情 这也是多亏了妮佩卡一直没有放弃 要是没有她一直那么勇敢的尝试求救 我可没那么容易就察觉到神神的计划 是西诺宁姐姐 派蒙姐姐 和旅行者哥哥鼓励了我 而且 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办法了 之前 我尝试了好多次 但那些来家里做客的叔叔和阿姨 要么被特拉祖利用各种方法请走 要么就是都不相信我 就算我把所有事都说出来 特拉祖利也会用我生病了做借口掩盖过去 只要她一流泪 客人们就会光顾着安慰她 完全忘记听我说话 我寄出去的信 收到的礼物全都是被她检查过的 只要 只要我不听她的话 就会被灌下去一种奇怪的药 喝下去之后 我就会一直睡好几天 记性也变得特别差 睡觉的时候 我还看见了好多东西 而且周围的墙壁也一直在说话 我每天都好害怕 如果这次周围也没成功的话 也许我真的会放弃了 我们就在你旁边呢 尼佩卡 谁再敢伤害你 羽星者和西诺宁会马上把他们全部打飞 对不起 我就是忍不住 你已经很勇敢了 而且还找到了西诺宁帮忙 嘿嘿 你可是找对人啦 西诺宁可不是那种会被眼泪分神的人 她听人说话的时候可仔细了 什么细节都不放过 我之所以能听到那些细节 也是因为有你们帮忙 没有你们 尼佩卡就很难有机会发出求救的讯息 如果是我去和她说谎 特拉佐利肯定会马上提起警惕 把尼佩卡再次关回屋子里 嘿嘿 那我们还挺重要的嘛 不过 为什么她敢这么做呀 当初真正的尼和家活着的时候 布族里肯定有不少人去照顾过她 她就不怕突然有人发觉到 尼佩卡并不是尼和家吗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 特拉佐利制造的燃金铭客 不仅可以搜集有关尼和家的过去 也可以清除人们记忆中和尼和家有关的过去 就像是涂鸦 想要在已经被涂鸦了的山崖上画上新图案 首先要做的 是想办法把旧的图案刨除掉 说不定我也是特拉佐利的目标之一 所以她才会大大方方的 把那枚中树铭客交给我 那你还拿 要是我的话 肯定把这个东西丢得远远的 不冒点风险 怎么能找到真相呢 如果不是亲手拆解了那枚中树铭客 我也不会意识到 沈参真正想要做的事 所以 你从一开始就怀疑她了 没有 那可是我沈参 我怎么可能一开始 就把她当作坏人揣测 我最多 在心里都保留一种可能性 和与之相对应的预案 谁知道 最坏的情况还是成真了 不过 从结果来看 我们确实也拯救了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 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好了好了 庆功会上的互相夸奖和总结环节到此为止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你佩卡耶已经安全了 喜怒您姐姐 我接下来 该做什么呢 当然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没人会把你关在屋子里了 可是 我 我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所知道的一切 都和你和家姐姐有关 她喜欢什么样的饭菜 喜欢什么样的花 怎么说话 怎么做事 我 我不是她 但我 我也只能是她 我 我不知道 喜怒您姐姐 我不知道 放心吧 尼佩卡 燃金鸣客已经停止运转了 不会再有人强迫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可是 现在我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 什么也不记得 我会不会什么也想不起来 就这么丢掉所有的过去 喜怒您姐姐 我 我好害怕 我该怎么办 别哭 妮佩卡 拿着这个 我从特拉佐利的收藏里拿了点矿石 敲打出了一个模子 燃金鸣客 西诺尼 你也会做 当然不是 这枚名客 就只是一枚单纯的漂亮石头 拿着吧 上面刻着你的名字 妮佩卡 这是你最初拥有的祝福 来自于一对全心爱着你的人 他一直在保护着你 陪伴着你 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始终未曾远离 但是 我连爸爸妈妈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我 我什么都 我不会对你夸下海口 说一切都必然会回归原状 我并不清楚 你究竟会面临怎样的未来 我只能向你保证 无论未来的日子会如何更迭 你的名字都不会消失 这是一名著名师 为你送出的祝福 妮佩卡 你会慢慢长大 就像树苗 总是会朝上茁壮成长 你儿子总是会振持高飞 妮佩卡这个名字 是你最初的起点 也是指引你成长的路标 记住你的名字 和你经历过的一切 你一定会知道 如何向着未来前进 嗯 我 会努力想的 加油啊 你佩卡 谢谢你们 喜怒您姐姐 派蒙姐姐 旅行者哥哥 要是实在想不出来的话 也没什么关系 放轻松放轻松 反正你和我是同组的 大不了我去找族里的老人 帮你查一查身世就好了 在查到之前 你就在我的工坊里暂住着 最多就是多天一个晚的事 哎呀 我又不知道这方案能不能成功 我连具体找谁都不知道 与其指望这种纯粹靠运气的方案 还不如自己先踏实的努力呢 行了行了别纠结 我先去把特拉佐利送去布族里 妮佩卡你跟着我来 哦好像晚饭还没吃 你喜欢吃什么 啊 我我我都可以 我不会挑食的 那就行 走吧 好多事情要做 未来可有的忙了 啊 再多说一句话 生日快乐 妮佩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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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们来了 事情都处理完了 我正打算去休息呢 布族里还在商量着呢 用古名技术来犯罪的人 古往今来也没多少 帕加尔可要头疼一阵了 能够确定的是 特拉佐利的工坊会被完全封闭 剩余那些未成型的燃金鸣客 也会彻底销毁 至于那些已经成型的燃金鸣客 我会接受处理 啊 又是个麻烦的工作 无论如何至少他的古名没出问题 不然乱子可就大了 啊说到古名 倒是有个好消息 燃金鸣客所汲取的记忆 是可恢复的 等到所有燃金鸣客都停止工作后 那些回忆 应该就会顺着原路 武归原主了 是啊 这么一想 沈身想要妮佛家回来 所以让整个不足的人都忘记了妮佛家 现在妮佛家真的离开了 大家却又即将想起她 真是乱七八糟 她正在我的工坊里休息呢 我已经联系了同族的人 准备正式查一查这孩子的身世 现在组里还没给我回信 所以我就打算先照顾着她 顺便加她点手艺 这都是后话了 现在 就让妮佩卡好好睡一觉吧 只有睡饱了 才有精力面对这么多麻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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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